假设你要把module名称rename的话 你就是直接点击那个module1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module1 假设不是1 比如说我就underline 其实它中国名称也可以 这个是for聚集的 所以你可以什么 打一个markle或者是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聚集好了 打中文也OK 我习惯是module然后底线 underline 比较安全 你建设不要用那个-符号 那个比较不太安全 聚集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那个module的名称就变成 底线聚集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 比如说2的话你可以 把它改成underline加一个vba好了 这个用vba自己写的Enter 它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变更它的名称的话 记得先把那个属性视窗 叫出来 从底下这边去做变更就可以了 它有个name 这样的话就是那个一些操作的技巧 另外呢vba的视窗 假设你不小心关闭的话 一样 之前有同学 他可能看到属性视窗也关掉 连上面那个 这个也不小心把它关掉了 变成这样子 黑白的世界 就很担心说这个东西怎么办 他想说关掉之后呢 重新开会不会就恢复正常 还是没有正常 他就觉得很悲剧 想说要不要重管了 这不用啦 检视里面找到专案总管就是了 专案总管里面你要module 你就把module点两下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环境呢 你如果不小心关掉 没有关系 你就知道说 检视里面的专案总管 下面这边 我们刚刚rename这部分 就要检视里面的属性视窗 他就会放在这边 ok 放在下方 那 如果你要开启module的话 就直接点两下 module 这样就ok了 所以慢慢习惯了 你熟悉这个环境之后 以后就照着这样操作 我想应该也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又可以跟他相处的蛮愉快的 而且这个环境真的还蛮 如果 跟其他的程式员啦 比如说像 Python啦 或者是说 Java啦 或者是其他的 开发环境比起来 VBA已经算是最简单的 语法也是最简单的 环境也是最友善的 对 那如果你们用别的工具 你就知道 怎么这么麻烦 这么复杂 光装个环境就要装半天了 那VBA怎么样 它完全不用装 你只要把什么 把那个 开发人员标签叫出来 Visual Basic就有了 完全不用安装 第二个是因为它是直接在Excel里面 所以 只要是处理Excel里面的资料 最方便的就是VBA 即便你用其他语言 你说那个Python 其实如果你要处理它 你还是会有开档 关档 存档 等等的相关问题发生 而且还有转码的问题 还有什么 UTF8 MSU等等 很多一堆问题 所以 你说处理Excel的资料 VBA 相对起来 是最方便 OK 应该其他语言也没办法这么方便 那绝对的 主场优势 OK 大概是这样子 除非你不是处理Excel的资料 你是处理别的资料 那就另当别论 好 那这个是第1个 第2个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在 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我希望 他可以怎么样 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呢 可以帮我增加一个叫什么 手机函数好了 这个手机函数呢 就是一个罗伯的坑 引述 一个是电信业者 一个是门号区码 一个门号末码 一个一个的选取 给他之后呢 他会帮我把最后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 诶 那程式该怎么写 怎么制定 1 特别注意 一样先在 这个Visual Basic 环境里面 2 在底下 刚刚那个VBA 这个我们地方 直接在这个Module 不用重新插入新Module 直接怎么样呢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特别注意 我们叫手机函数好了 假设 叫手机算 直接就是叫手机 比如说我这边给他一个 叫手机的一个 特别注意 Enter之后 记得 请你把形态 一定要改成叫 Function 这个部分 非常的重要 不要选错就OK了 这个叫手机 这个叫Function 然后按确定 那 特别注意 一定是Function 才会是制定函数 按确定 那会在 这个我们的 Module里面的下方 会出现有一个叫 Function手机的东西 那后面会加上一个小刮壶 那如果说我今天 因为 Function呢 跟Sup最大的差别 因为Function是互动的 他会跟使用者要东西 那要什么要三个资料 所以特别注意怎么样 其实会在 这个小刮壶的 里面 跟他要三个资料 所以记得 1 请你切到Excel里面 把这三个栏位 里面的资料 Ctrl C好了 因为我 偷懒一下 就是直接拿这三个栏位的名称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刮壶里面 贴上 然后呢 请你把空白 的地方呢 改成 逗点 因为他规则一定是逗点 第1个 第2个 后面的话 刮壶就加在后面 123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 你只要是Function 特别注意如果你要确认说你这个OK 你可以先到 这边 切到Excel 然后呢 插入一个 函数 它的类别一定会放在使用者制定 使用者定义 那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是当你插入一个Function的时候 至少一个 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 那你不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这个群组 那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手机的一个Function出现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会有 1 2 3 那这三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一个 逗点 一个 逗点 一个 那如果你将来有很多个引述 你可以很多个 那他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会把资料 带给你 所以你 传过去嘛 所以 使用者会选三个资料 那分别的话他会带三个资料过来 三个资料 所以这边 这个是这个 带给你之后的话 但是呢你会发现按确定里面一定是零 因为我程式还没写 那 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后面的程式写完 那你这个Function就完成了 那写哪些东西呢 基本上一样 就是把这三个给你的东西 你把它串 接完之后 丢回去给谁呢 丢回去给这个Function本身 所以记得 1 把这个Function名称 复制贴上到前面 我习惯按个Tab 这个 手机等于什么呢 等于 09开头 所以09 把这个串完 09什么呢 end 然后一样什么呢 再来就是把手机号码 09 再来就电信业者 所以09 电信业者 所以 使用者会给我一个电信业者 的一个名称 然后呢我一样 再把它串接什么 end 然后一个- 符号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跟前面还蛮像的 只是上面是 自己去 抓到储存格的位置 这边的话不是喔 这边是 他会给你资料 你把它串接完 返还 返还给那个手机 所以 拖篮一下直接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这个拿来参考 这个end 其实拿上面来改 其实也OK 所以上面这一串 直接拿到下面来 再end什么呢 endformat 然后什么呢 门号 区码 其实是刚刚的居栏 format 这个 这个 所以再来是什么 format 门号区码 把它改成000 串在一起 再来呢 end 就是门号末码 所以把它 这个刚刚的这一串 Ctrl C Ctrl V 然后把门号区码 改成门号末码 区码改末码 OK好 程式起 因为 太长了 所以怎么样 我再把它 这个第2 习惯上会第2个end 这边加个底线 然后再加一个Enter 让它换行 按个Tab 好 这样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吗 就是说呢 他给我们三个资料 那我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三个资料 串接 09 电信业者 一个简的符号 format 门号区码为 3个0 就是 如果没有3码就补0 end 门号末码 一样format 然后最后的话把串接的结果 返还给谁呢 返还给这个方选本身 暂时存在这里 存在这里之后的话 因为你游标在哪里 它就帮你把 这个函数返还的结果 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这个整个cycle OK 那我让一下给各位看 基本上呢 做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试着乱乱看 再来我们来试一下 这基本上没有问题 把它关掉一下 把它缩小 OK 再来就是直接 插入函数 重来一下 插入函数的话 一样会有使用者定义 一样会手机 再来给它三个资料 1 一个萝卜一个坑 2 3 特别注意喔 它这个地方 会返还结果给我在这里 暂时存放嘛 因为我游标是放在这里 所以呢它会帮我把最后的结果 再丢到这边来 就完成整个流程 所以基本上它是 跟那个sub不一样 sub是直接抓储存格的资料 串接完 丢到那个格子里 那Function是 你给它资料 它帮你把你给它的资料 串完之后 再丢到 你现在游标所在的位置 OK 所以这边的话按个确定 但是我发现好像有bug 诶 减减 好像写错 怎么办 看一下 是不是啊 这边多串一个减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把这个减拿掉 OK 那这边又多串一个 好 那串完之 这个改完之后 如果你要让它 这个重新重整的话 其实很简单 打个勾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不过你会发现 Function 比较麻烦 它不是跑回圈 所以最后你还需要什么 自己在手动 点两下 那这个点两下在 刚刚sub是跑回圈 从头跑到尾 所以两者呢 在这个地方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请各位 试着做做看 Function部分 制定函数 这个制定函数呢 会是在哪里呢 我们讲义里面的第30页 试一下 那主要是熟悉规则 那主要是熟悉规则 因为未来 我们 同样的规则 会用在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范例里面 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这些规则 可能慢慢除了你要 会之外 还要尽可能的熟练它 因为反正熟练之后 以后你在工作里面 要做什么样的 VBA的一个 无论是按钮 无论是制定函数 都会遵循 一样的规则 只是你稍微改动一下 你要的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那因为这个V题算是 比较简单的 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 后面还会慢慢再稍微困难一点点 再困难一点点 因为这一题基本上没有逻辑判断 还算简单 所以如果你要再加上逻辑判断 那这个 复杂度 又会再更加升起 所以这边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下一次也许会再看其他练习题吧 我会再看其他练习题 我会再看其他练习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